大家好,我是顾爱修禅 这个视频呢进行干货分享 压力支撑,你真的会看吗? 结合安利,向全资科技,科大训费 全资科技这一支个股 咱们前面呢是在6月14几号的时候 点评的,当时呢也有粉丝进行咨询 当时给出的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载幅震荡 用禅论语言来讲 它是五分钟中枢构建和中枢震荡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中枢震荡的区间之内 是没有方向性的意义的 那么中枢不管是阳线阴线 上五军下五军 它不具有方向的表达 好,当时指数呢 如果说把前面这个高点21块8毛8能够过去 代表的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特殊性的信号呈现 这个特殊性指的是什么呢? 当时是这样进行处理的 13块02日线比的三下相连 三下相连的话呢 前面是日线的比中枢 可以把它当成30分钟走出中枢来进行理解 好 那么它所处在的一个状态是 30分钟向上离开段内部的次级别中枢构建 如果说过了前面这个高点对应的 它是属于次级别 就是五分钟向上离开小B 同时呢 它又从属于30分钟向上离开的小B段中 那么它就可以用B中B的模型来进行理解 这是用残忍语言 好 那么随着它的运行震荡的周期不断的延长 那么又在这一天向下破了前面这样震荡的地点 向上的话呢 又过了前面它的高点 那么它的意义的话呢 又可以做出另外一种解读和分类 列书呢 把它同样作为日线中枢构建 这个位置呢 过了前面的这样的低点 我可以这样进行处理 它并不是严格按照产时的这种手法 但是呢 不影响列书呢 直接把它呢 作为新的一笔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的性质可以这样进行理解 列书前面是一个日线比中枢即震荡 只不过呢 震荡的过程当中 低点不断太高 它都属于中枢震荡去强的表达 这个位置的话 一根阳线 把前面的增长平台都给越过去 典型的作为新的强底分来去理解 它又可以把它作为震荡下的 30分钟二轮买点来进行理解和看待 意思说呢 突破前面21块8毛8的节点 已经呢 突破之后后面呢 如果说 回落靠武军也好 那么呢 可以作为介入的节点 那么当前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相当拉松动作了 那么怎么来去跟 怎么来判断压力直升呢 这里面所谓压力一定是触碰到什么样的位置或什么样的区间 它将可能迎来 抛压的风险 那么当前从充码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获利充码达到90% 也说上方亏损充码的话呢 占比是不多的 也说呢 从这个视角来讲 压力并不重 那么如果说从位置上面来去思考的话呢 这里面 例如说 对应的从38块1毛4以来 下跌的过程当中 震荡 每一个震荡 禅论语言当中就是中速构建 可以把它理解为多空交战 多空争夺的区间 最终 而向下 那是代表空方 在多空 争夺战当中取得胜利 那么一旦取得胜利过之后 后面呢 再进行折返 原先的争夺区间 对它来讲就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 这个压力区的话呢 代表的是前面这个位置 有留下了多空争夺的痕迹 每一个痕迹 必然会留下相应的筹码 套在其中 好 这是一种理解 好 那么对应的 向上 而前面的平台过不去 压力作用呈现 然后的话呢 又勾住新的多空争夺 区间 新的中枢 又往下 那么在前面没有涨上来之前 对应的上方 例如说在前面 震荡平台下沿 那么它的压力作用比较明显 但是呢 从13块02运行的过程当中 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经过这样的一个下上下的结构 或者经过日线比中枢 以比中枢震荡的过程 会发现什么呢 原先 二十 二元上方 二十二块五 二十五 二十七 上方的亏损冲码的话呢 经过大量的减少 说明什么呢 完成了冲码的交换 那么当前再往上的话呢 那么对于这一只个股来看 看压力就不能是单纯的往上面去看了 能不能说把历史的前面高点三十八块 一毛四当成它的压力呢 你这样说也没有大毛病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正如你不能说现在大盘的上方压力 是不是历史的六百 六千一百二十四 毫无意义 好 那么对于什么呢 尤其是不断创新高的 或者说什么呢 霍利从马达到百分之九十几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个股 它的压力又该怎么去看呢 其实它的压力不能往上看 而是看下方霍利从马的事报松动 就是说呢 它后面是涨还是跌 什么在起作用呢 核心还是多空合力的表达 这个多空合力的表达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下方霍利从马比较稳定 并没有出现大量的霍利离场的动作 那么 它就更容易延续当前的走势 继续向上高跟猛进 那么怎么来去识别下方是否有出逃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冲马松动呢 这里面可以从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呢 例如说在向上拉伸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高开低走大一望 高位矩阵方矩量 以及 例如说呢 在在机遇冲高的过程当中呈现的是 明显的带有高度分歧的量能的同时 下方的霍利出马 在明显的减少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 代表的是下方有霍利 霍利的出马有出局 那么触发这种信号的话 你要就要那么高度的当心 而当前对他来讲的话呢 下方的霍利出马还比较稳定 那么呢 我们再看支撑 支撑的话呢 同样的按照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什么理解呢 小周期来讲 这个位置呢 形成了阶段性的增浪 五分钟中枢的不断的进行延伸 那么他也可以呢 阶段性的多空增多 而当前呢 是相上选择的 相上选择的话呢 那么原先呢 这样的一个多空增多区间 就构成了他阶段性的支撑 就说呢 如果说这个后面增浪一会回到 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呢 他就容易获得支撑作用 就容易再度向上进行进攻 这是从小的区域啊 你要是从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待的话呢 例如说 把它看成一个大的增多平台 也未尝不可 好 例如说呢 对于这种类型的各国 如果说呢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他是沿着武军相当运行的 然后的话呢 下方的互利筹码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就是 给弄他的趋势了 如果说呢 像上的运行过程当中 出现了高开地图大阴望 出现什么呢 新高之后的 巨阵方巨量 那么呢 就要警惕 如果说 同时又出现什么 下方的互利筹码明显的松动 那么呢 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减持 好 当然了 如果说按照单纯的结构来讲 这个位置呢 税步 阳线不断的上营 然后的话呢 一旦出现什么呢 刚才的信号 如果说没有那么清晰 但是一旦出现一个强顶分型破股军 那么对应了阶段性的离场 或者是减持 好 那么举一个 大概更容易识别的 例如像台积股份 台积股份的话呢 咱们前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讲到 他就是有资金出货的 嫌疑和痕迹的 为什么呢 短期翻倍 之后的话呢 高位矩阵 方量 同时下方的获利策码的话呢 快速的减少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要警惕了 这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去判断 例如说在前面 半导体还在机遇冲高 机遇新高的时候呢 当时讲到 一简不一锥的 逻辑 好 那么当他已经向下 例如说呢 破了 离开了这样的高位形成 从马迷去越乡下有离开 那么对应呢 就代表什么呢 前面 他的 获利策码 消化败金 有下发获利盘的出逃 那么对应的 伴随股价的下跌 那么股价跌是 如果说一旦一旦形成 想要转世 就变得困难 除非有更庞大的量能来作为 自身 好 这是 全智科技 那么对应的 如果后面呢 是小阴星 小阳星 若阴若阳 而且的话呢 维持在前面 这个直升平台的上方 或者是 武军都不破 在武军上方 那么对应的 就属于跟踪 他当下的趋势即可 好 这是 全智科技 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说对于一些不断创出阶段性新高的 或者是创出历史新高的 那么他的压力怎么看呢 肯定不能往上看 也不能说 心想某一个价格了 核心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于 下方的筹码 是否会离场 是否会出逃 例如像这样的 不断的新高的同时 出现了高位 矩阵方矩量 高位长商营 然后的话呢 出发了这样的一个 信号 那么就要当心 而且呢 在他拉伸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下方的互利售码 就有逐步的进行离场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柯达许非当前出于什么状况 柯达许非对他来讲的话呢 他和刚才全智科技是 截然不同的 这个截然不同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从五十四块三毛四下跌 或者说呢 你从历史的高点 一路下跌也好 那么当前 你要是从出马的视角来讲 上方 四十四元 一直到五十四元 套脑筹码 亏损筹码是非常密集的 而且呢 占比是非常多的 也说呢 当前他的获利比例 百分之 三十三点二 也说呢 百分之六十六点八 接近百分之七 百分之六十七的筹码 是属于亏损的 那么 这些亏损的筹码 在股价上行的过程当中 就会 迎来承压 就是抛压的可能 好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如果说等他 真正正正的把 有两种节点嘛 如果说从压力 发解的角度来讲 要么是股价 当他涨上去之后 亏损筹码 转化完 获利筹码了 上方也没有 套脑筹码在了 但是呢 他的价格 已经远离了底部 在把握司法有意义呢 例如说 这样的一个节点 拉伸过之后 你这个时候再看 从筹码的一个视角 例如说 前面单边下跌 每次下跌的话呢 下跌过程当中 有一次多空增多 有一次多空增多 但是呢 最终空头占优 好 那么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当他把这种套脑筹码 给化解掉 或者说呢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再来就看 有没有意义了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 个股所谓的超跌 所有超跌类型的个股 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么他的一个 跟踪和观察逻辑的话呢 非常简单 那么只要讲到 第一 你要能够会看压力 怎么去理解 第二的话呢 你要知道 更深层次一点 压力是通过 是怎么化解的 第一 第一 他需要有资金 就是呢 所有的上涨一定是 多方的力量 大于空方的力量 他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资金 去堆上去的 意思说呢 例如说对应的 不断的新低 然后的话呢 他是用常论体系当中 他就属于常论下的 背词一满 那么用传统视角 他就属于超跌反弹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 他能不能延续取决什么 就取决于 他能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量堆 如果说呢 量能能够保持有资金 强有意的往上去推 那么呢 压力他就会逐步的去迈过去 但是呢 在在卖的过程当中 量能一旦不能危机了 那么呢 他的多方的动能衰竭 就容易出现 贿赂 好 那么历史上 其实从阶段性的列说 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下跌 下跌 长周期的 下跌通道 好 那么在长周期的下跌通道 在当时来看 上方全部都是套路数码 他是不断的给出新低嘛 如果说给出粒子新低的话呢 那么他的支撑 在什么位置呢 就无需 无从看起 只需要看什么呢 只需要什么时候能够空防的力量 足够衰竭 兜防的力量能够产生 否则的话呢 你内心想当然的认为什么价格是支撑 是没有毫无意义的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 他从29块64以来 他也构筑了一个日线比的上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 这个震荡区间的话呢 就是上方的透露数码是有明显的减少 但是呢 他的只是有所明显的减少而没有消失 那么后面之所以能够分轰 分轰烈烈的上涨 他就是在于什么呢 在于有资金 强有力的去 推动 而这个位置有资金推动的话呢 那么你要是细看他所在的方向 在这个阶段当中一定是属于有更庞大的资金对该方向不断的涌入 那么呢 有资金不断去推 那么所有的压力都完全可以去越过去 所以说呢 如果说面临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在下跌过程当中触发了这样的一个背驰也好 或者触发了一个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多头力量 那么呢 他能不能从超低反弹能不能发展成为反转能不能有更大的走势 非常有力的反弹高度 核心是资金推动 有没有持续 做多的资金融入 而你单纯的通过技术去观测 或者去思考他能长到什么位置呀 或者是人为的到了什么压力 到了什么压力是没有意义的 他只是一个参考 例如说嘛 例如说在他运行的过程当中 对应了或者到年限 或者到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赤刀点 核心还是要观察他当时的量价关系 当时资金的态度 好 那么我们再来回归的当下 这是做一个对比啊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前面也是一个 哎 翻腰斩的下跌 这一波反弹的话呢 来量堆 后面的话呢 无以为继了 就是量能前面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增量 但是呢 到一个程度之后量能快速摔进 翻量之后快速缩量意味着什么呢 一方面 离场的资金没有再进来 另一方面 追 掌介入的 筹码套在其中 无法动作 那么他就会产生快速缩量 好 如果快速缩量之后 后面的话呢 出现一次折返 两次折返 但是呢 他不能回归到原来的量能水平 就是呢 资金散场了 没有更大规模的 回归到原有规模的进场 那么他就很难 再形成高跟猛进的走势 那么我们再看当下 当下的话呢 像特达逊飞当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也比较简单 下方有没有支撑呢 其实很好理解啊 这是一种技术的简单手法 例如说前面低点和低点相连 好 这是一点 然后的话 你要是用残忍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小的结构 然后的话呢 是向上离开 用最笨的方法的话呢 就比较简单的嘛 就属于昨天是有多头力量 而且这个多头力量一定不是散户资金 去堆的 因为它的成交额以及它当时的位置 绝大部分散户呢 是不会在站的位置也没这样的能力 那么当前对于它来讲的话呢 就是上方有压力 下方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昨天的前天的低点 这个位置形成的底分的底嘛 把这个低点当成你的自身位 或当成你的纠缩条件来去守就可 不破 期待向上运行 破了走弱那么及时的 离场 及时的投降走人 好 那么至于说这个位置能不能基于向上 保持高跟猛进呢 或者能不能有反弹的高度呢 好 回归到刚才的问题 反弹了 或者是呢 出现阳线了 或者后面你要观察它的量能 是这样的 还得说什么呢 反弹一天两天之后 量能还是回归到这样的低量能的水平 如果是量能不充分 又回归到低量能的水平 那么呢 反弹过之后后面还会震荡 或者还会下跌 或者还会震荡 如果反弹有增量 而且呢 它有增量的同时 它所在的板块本身又有庞大的增量 那么它就更容易高跟猛进 那么如果说呢 只要保持高跟猛进的态势 跟如果说呢 量能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衰竭了 而且又冲碰到猎头冲到年线附近呀 或者冲碰到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某一个价格痕迹的附近 那么内部的话呢 例如说结构又被迟 然后呢 量能又呈现这样的一个衰竭的表达 怎么办呢 先前再说 或者说呢 随着选择立场 这就是对于压力之声呢 真正的用法 就是怎么来去看 怎么来去思考 而不是机械的 看哪一根均线 或机械的看哪一个位置 一定要结合它当下 来多空力量的一个表达 好 这是科大逊飞 好 结合这样的案例的话呢 重点对于压力之声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 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和启发 好 喜欢的朋友就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 下期见 再见